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本次的一个分享议题吧 下面我将从以下四点来分别介绍 首先是会从原生消失队列的一个特征和定义出发 给大家带来一个原生消失队列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认识 然后是会 介绍一下移动云rocketmq消失队列的一些原生的一个重磅的一个特性 第三点的话就是会 嗯 围绕移动云rocketmq消失队列的一个原生的弹性设计 与实践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享与介绍 最后的话我会展望一下移动云rocketmq消失队列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技术演进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原生消失队列 或者说消失队列原生的一个特征与定义是什么 消失队列 服务的话是原生通信的基础设施处于原生全景途中应用的一个基础组件层 为微服务和服务框架等提供 捷偶易步薛峰填骨和抗流量峰值的一个能力 那么在原生的其他的一个层次上 他还发挥着其他的一些关键的一些作用 比如说数据交换的一个通道 事件驱动事件总线 那原生消失队列的就是特征有哪些呢 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的话 主要是围绕这么5个特征来的 首先是他的一个标准化 要成为原生消失队列的话 首先他的API的一个接口肯定是要就是符合业界规范且是标准的 而不被任何的一个软件厂商或者说是云端的一个厂商去绑定 就比如说如果是自己就是通过自建的一些方式使用的一些开源的一些消失队列 能够快速去迁移到就是云端的消失队列 那么他的接口肯定是要通用规范且标准无需就是业务系统进行 大量的一个复杂改造 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个零呃 零千亿成本的一个开销 那么第二点是他的一个多样性 多样性的话 呃是这么理解是原生消失队列 它本身的一些应用场景是多样化的且是非常丰富 是呃不仅仅限于前面比如说我提到的一个衣布捷偶对吧 然后抗量峰值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些典型的消失队的一些特征 他应该是具备其他的一些原生的一些场景与实现化的一些呃特征 比如说像呃像他的一个就是开箱职用啊或者是弹性化 对吧呃那么第三个就是带出来他的一个应用性 应用性的话他本身就是要做到开箱职用 一键化部署可以呃比如说无缝和一些呃 debops的一些工具类似像jackings或者cicd的一些流水线 可以去快速轻易的去集成起来 那么这样子我们在平时开发的过程中不需要自己自建 或者说呃自己去部署一个那个消失队 一个集群起来然后再去把自己的一些业务系统去接入进去 而他应该是本身就是可以就是呃做到一个一键化的一个部署 能够只要能够暴露出一个域名的一个纠点 或者说甚至是一个就是呃 vip然后就可以快速让这个业务系统去接入进来 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他的一个弹性化弹性化的话呀 其实是原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说消失队列本身也是应该符合原呃弹弹性化的这样子一个就是标准 那么对于业务流量峰值来说他能够自适应这个业务量峰值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呃当业务系统的一个流量峰值嗯比较高的时候他能够自动去感知这个流量峰值能够自动去扩容 在流量峰值相对比较低的时候他又能去就是缩容把自己比如说他的一些服务端的一些进程给就是给给缩容掉 然后不需要他去占用那么多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资源 而他在流量峰值高的情况下他又会去就是扩容对吧 而不至于是像一些像rockmq这样子的消失队列或者卡夫卡 然后因为流量峰值高哎 然后就触发一个流量的一个流控 然后呃对业务连续性会产生一些影响对吧 嗯那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一个高sla原生消失队列需要符合云一致的一个可用性 比如说可以达到呃四个九甚至是就是六个九这样子的一个高sla 好那么第二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移动云rockmq消失队列有哪些的就是重磅的一些特性呢 呃我们移动云rockmq消失队列的话是基于apacherockmq的一个内核打造 且针对原生场景做了深度的一个优化与设计是一款具备实力级别的租户隔离 支持多协议比如说像一些物联网的协议mqtd 并且能够提供多维度的一个大盘的一个监控和统计报表也能够做到实力级别的一个弹性扩容 具备高性能高可靠低延迟和高灵活的一个原生的一个消失队列 作为原生消失队列的一个通系基础设施 呃移动云rockmq消失队它本身也是是在中国移动公有云私有云的一个生产环境上面是得到了广泛的一个实践与应用 每天消息流转现在已经是达到了百亿条 然后他单个实力也可以我定去支撑就是tps的公值是大概是在30万多的这样子一个消息的一个收发 呃那么从 这张图片上面来说呃来看的话也是可以看到呃移动云rockmq消失队列它本身的一些就是功能 像左边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个管控的一个能力 就是说控制台主要是面向呃终端的一个用户嘛 它可以提供消息查询消息轨迹 紫性对列资源报表重置消费未典open api 然后在协议支持方面的话它本身是支持了rockmq的一个私有协议 包括像tcp http 呃还有是面向物联网的这样子一个mqtt协议和以及是开源revmq所遵循的那个amqp协议 然后在rockmq它本身发布于订阅上面的话 它就是也是支持像普通的一个pub和sub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发布与订阅的一个基础功能 然后在规格上面的话它本身也是由安量付费资源包包月 计费和一个独享实力计费 然后上面像安量付费与资源包计费的话 主要是就是采用的是呃通过是呃instance实力和topic的一个逻辑隔离 而向下面的独享实力的话主要是为客户去开辟了一个可以做到物理隔离的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规格实力就嗯 然后在消息类型上面的话它主要是支持四种主要的一个消息 包括像普通消息顺序消息15消息和定时延迟消息 那么在移动云端我们也是是采用了两种主要的一个部署架构和方式 作为公有云端的一个消息对类的一个服务的话 消消息对rockmq云服务它本身也是是主要是采用rockm 嗯是采用master slave架构结合云端存储 比如说像赛夫和格拉斯和格拉斯FS做数据的一个多副本的一个容于存储 在单实力级别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提供百万条消息的一个通涂量的一个并发 同时也可以满足数据的一个高可靠和高sla 可用性也是可以达到99.95% 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它本身也是是作为一些诸多的一些移动云端的一些业务系统的一些消息中间间 那么在作为消息中间间的一个组件同时rockmq主要是借助它自身的一个 就是rafter的一个多副本价格部署实现消息队列存储的一个冗余备份 基本上可以做到是一份数据会有三个副本的一个冗余备份保障消息的一个可靠性 那么加来第三部分的话就是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移动云消息rockmq消息队列本身的一个原原生的一个弹性设计与一个最佳起见 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在使用rockmq消息中间间作为组件 来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会遇到这样子一些痛点就是比如说 业务系统A然后会来找一些开发或者是一些交互的一些同学去部署这样子一个集群A 然后业务系统B然后会来找就是开发和交付的同学会去部署一个就是消息队列的一个集群B 然后以此类推嘛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发现在开发环境和测试环境 以及是呃线上环境都会有n多套这个rockmq的一个消息队列的一个集群 那么我们比如说如果是正好发现A那个rockmq里面本身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漏洞 就比如说是像今年上半年或者是呃去年和前年出现的类似像发射阶层这样子一些安全漏洞的话 那我呃肯定是要去修复嘛对吧 但是我从开发测试到生产环境都有诸多的这样子子n多套rockmq的一个消息队列集群的话 那我很难去拉统一去拉齐这样子的一个版本 包括我就是后续如果是要做一些功能方面的一些升级变更的话 我也只能去挨个去呃去做一个就是部署和去升级这样子也会显得非常麻烦 好那么这里就就是出现了呃呃呃背景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呃如何去做到就是对于各个环境的一个rockmq集群的本身版本作为呃做一个统一的一个管控和一个呃高效化的一个运维管理吧对吧 然后第二点的话呃第二呃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呃因为你去你去部署这样子一些rockmq的一些消息队的一些组件吧那你肯定是需要不同的一些呃服务器对吧那你不同的那有些就是有些业务系统的话 他可能就是tps比如说要求的就是是比较低他本身是做一些管理面的一些数据嘛就比如说可能他一秒钟也就那么收发的那么几就是几条消息但是有一些他本身是用于数据面的一些消息的一些交互和传输 那他对于呃tps的一些峰值要求就会比较高比如说会要求那么呃会要求每秒有有上万甚至是甚至是十万的这样子一个消息的一个收发 对吧那这样子就会导致了一个特点就是有些rockmq的消息队的一个集群他的cpu和memory使用的会较低有些就是rockmq消息队的一些集群他有的他的呃他所部署的这个呃服务器的呃cpu和memory又会显得非常高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就是有一些资源其实是会存在了一些成本上的一些浪费嘛 那我们如果可以把所有的一些机器能够哦比如说通过原生的一些基础设施后面会讲啊就是比如说是像kps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组件给那个就是纳管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基于呃基于呃基于呃基于那些就是kps里面的那个pode和node然后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编排调度可以既做到了一个租户隔离同时又做到了一个呃又可以是做到 呃又可以做到那个版本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管控高效的一个运维同时又能一键化部署对吧那其实其实就可以朝的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原生他本身所具备的一些那五个目标上面去发展吧 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刚刚说的如果是可以基于kps的pode来进行隔离的话那我们本身也可以对这个业务流量甚至是一个资源做到逻辑于物理级别的一个隔离用户之间可以相互不争抢流量并且能够做到就是天然的一个就是物理级别的一个隔离 所以这里面我也是简单列举了三点呃第一点的话就是说rocket呃在我们移动就是公司内部我们rocketmq消息队也是作为统一的一个原生的一个底座平台 为支撑各个云端的一个产品去快速无缝的统一接入使用第二块的话就是说他也满足了刚刚我我所说的背景现象里面的几个问题然后去解决了这几个问题可以满足一键化部署无感呃业务流量无感知的一个热身级然后也是可以基于呃业务流量进行动态破缩容 最后就是高效化的一个运维管理嗯也是实现了业务流量和资源的一个隔离性 好那么再介绍就是呃 rocketmq消息队本身的一个原生的谈性谈性设计于实践之前那么我们有必要先来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呃这里面的两个概念 第一个的话就是呃里面有一个叫做就是CRD然后这个CRD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是在KVS中我们使用deployment和和demo set然后然后state for set ingress config map 然后这些都是资源而这些资源创建和更新删除的一些动作是称之为世界那么KVS的controller manager的话是负责这些事件的一个监听 然后并会触发相应的动作来满足他本身的一个就是期望目标 这种方式也是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声明式 然后用呃也就是说用户是不需要去关心应用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状态 当我们在使用时候是发现就是这些就是资源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那么就是KVS也是是像是提供了一个自定义资源就是自定义这个CR的呃一种方式就是用就是通过operator为应用提供一个KVS的一个扩展 好那么又什么是这个operator呢那么operator是KVS的一种扩展形式利用自定义资源就是CR然后来管理应用和组件允许用户以KVS的声明式 就是API的一个风格来管理应用和服务operator也是就是定义了一组在KVS集群中打包和部署业务应用的一种方法 然后operator主要也是是为用呃为应用服务关于如何运行 然后如何部署以及出现问题时如何去进行一些异常的一些呃逻辑处理是提供了自定义的一种方式 这里的话就是可以举几个例子呃第一个例子的话就是比如说 是平时需要去安需部署的时候因为我们总会不可能去呃配置和来用那么一大堆的可能跟Map嘛 那么呃呃呃只要通过CR和operator的话就可以一键化的去拉起和不和安需去部署应用服务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实现状态的备份和还原然后完成就是版本的就是热升级 就比如说像一些就是呃一些服务的一些配置如果你要去那个就是你要去做了一些更新的话那么也可以就是借助operator和CR 然后呃呃来直接是就是去进行一个就是热就是业务无感知的一个热升级和一个热更新 好那么我们就是加来的话就是可以来看一下移动云RockMQ原生的它本身的一个就是架构设计吧呃在左边这张图中呢其实就是是移动云RockMQ它本身的一个原生的一个架构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出啊就是呃在这张图中的话呃首先就是用户他要去来使用这个移动云RockMQ的话他首先可以是通过控制台 然后去创建一个呃呃移动云RockMQ的一个独享呃独享实力的一个集群嘛 呃然后在左侧的这部分就是说呃控制台控制台它本身可以提交一个CR的一个请求 然后到达RockMQ的Operator然后Operator他因为他前期他在他的CR文件和就是和呃他的一个CR配置里面其实是已经是已经是描述了如何去拉起创建这样子的RockMQ的一个一个容器化的一个集群嘛 那么他就会去创建这样子一个客户的一个独享集群对吧 然后在就是中间的这块就是可以看到比如说就是租户1然后创建了一个两株两从的一个RockMQ的一个独享集群 而租户2创建了他属于他自己的一个RockMQ的Q的也是一个两株两从的一个独享集群 然后而我们为了去就是去做到一个原数据的一个全株化共享的话 我们就是移动于RockMQ采用的那个NameServer是就是这些就是两株两从的独享集群都是是共用他这个NameServer的就是NameServer的一个就是呃集群是集群的 那么这里面的话可能有人会说哎那你怎么来就是区别就是他不同的一个就是topic实例嘛 比如说租户a他也会创建一个topica然后租户b也会创建出一个topicb嘛 然后我在这个呃加图图上面也是画了嘛就是我们是根据instancename之后加topic的方式完成实例化 画后他本身的一个就是呃topic名字上面的一个逻辑的隔离 所以就是说呃在那个两个租户他同时创建topica的时候他其实会有一个前缀 然后他真正存在nameserver里面呢会是他这个前缀 然后加上他这个topica那么呃本身他的这个就是instancename就是是他独一他独有的嘛 那么他的topic然后再拼接上他的这个topica所形成的真正的一个呃真正的一个topic 被就是nameserver所感知到的这个topic名字的话其实也是是独有的 然后另外两点的话是他本身的一个数据存储嘛 因为呃因为使用过rockmq的同学肯定知道他本身的一些消息体的一些就是包括他本身的一个消息状态 其实他是存储在commit log数据里面的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为了就是保证po的飘移之后 比如说从服务器a然后飘到服务器就是b之后 然后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那么我们采用了就是呃saf这样子的saf rdb这样子的一个存储 也是借助于那个呃cr文件里面本身提供的也一个就是声明式就是可以让他的那个storage class 然后去实现pvc的一个动态创建和绑定的这样子一个呃就是过程和操作来完成的 嗯然后第二第二块的话就是是他本身的一个就是原生化在张图里面可能没有就是足够的体现啊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就是借助了就是kbis和加上他本身有一个叫做hpa的一个组件 然后来完成基于他就是基于适应他这个流量感知 然后来进行呃broker本身pode的一个就是弹性化的一个扩容和一个缩容 因为他本身是用pode然后来完成就是他的一个独享实力的一个物理隔离嘛 同时是刚刚说的这种hpa的一种方式又是来完成他本身那个嗯 基于业务流量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扩松容 比如说用户a然后他的一个业务流量指标高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就是扩展他的就是broker的一个数量 然后来做到就是他的流量可以分发到更多的那个broker上面 然后在就是他的业务峰值又不是呃太高又回落到之前的一个就是百分比的时候 然后我们又可以通过缩减他本身的一个po的容量 然后来完成完成他的一个缩容 当然这个缩容里面的话可能就是细究起来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扩容的话是不涉及数据的一个就是迁移 并且不需要把存量的就是数据给消费完再去扩 但是你扩容的呃缩容的时候会涉及涉及到一些就是呃 净毒精血的一些就是细节化的一些问题 因为你本身呃本身比如说你你broker所你需要缩容的那几个broker 里面的一些消息没有完全消费完 其实你是不能去随便去缩查的嘛对吧 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细节 然后见识时间关系的话如果对这块感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会后再来跟我进行嗯研讨和交流 好那么最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移动云 roktmq他未来的一些就是眼镜与展望吧 呃首先我们后续的话会完成roktmq的一个原生的一个2.0版 这一版本的话在我们内部其实已经是完成了一个提测和一个发版 预计今年大概是下半年的时候也会正式发布 原生2.0主要包含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内容的 主要是是在容器和k8s等原生的一个编排基础 基础技术的一个能力上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自研的一个调度算法 和高可用的一个技术使消息队列集群具备一键化部署 规度升级故障自语和跨ID的高可用的一个能力 然后第二块的话主要是原生的一个serverless化 呃那么这个是怎么呃是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说消息队列本身的一个功能和逻辑维度去实现serverless化 可可以根据业务的一个规模自动化去扩展实力的一个规格和它 它包括它本身就是topic下面的一些quiz的一些数量的这样子一些逻辑资源 为云端用户真正去实现一个安需的一个弹性去使用 然后整体去提升原呃云计算服务器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利用率 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一个计算存储分离的一个架构 呃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会和阿卡奇的一个社区去进行一个合作的一个共建 然后去呃完成计算存储架构的一个分离 在计算层去实现mqtt 然后rocketmq和amqp的一个协议的一个转换 因为现在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偶合在一起吧对吧 然后分开做的一个好处就是是这两块的话更加清晰 然后再存储成的话也是完成消息的一个持久化 包括像append on it和cashup read这样子一些呃就是存储成的一些原语的一些实现 然后全新的计算存储架构也可以充分去发挥它本身的一个就是呃服务器的一个硬件资源的一个优势 比如说我存存储的一个节点可以使用就是存储服务器 而计算的一个节点使用标准化的一个均衡服务器 然后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可以更加节约资源和就是有效去发挥出资源本身的呃就是服务器资源本身的一个特点 好那么以上便是我本次分享的一个议题介绍 感谢各位聆听 如果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问题的话 也欢迎就是来加我微信或者是就是给我邮件列表呃 给我一秒发邮件 然后来做进一步的沟通与探讨 感谢各位聆听 还好 还有